哦,大家好啊,好一天没做节目了 今天有点时间到家了 做一个节,做一期节目 我的听众基本上朋友比较多,还有亲戚 然后不认识人不太多 晚上看的人也不太多,我想也无所谓 因为就当我给我儿子留点影像资料吧 以后我要不在了 他想看我年轻时候什么样子,他还是能看见 从网络上有记忆的嘛 就好像我爸一年多前去世 我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任何的录像资料 有照片,但是没有影音资料 因为我好几年没回去了 我爸也不爱照相,也不会,也没有智能手机 我妈也不会给他录视频 所以没有任何的视频资料,挺可惜的 那就这样呗,我现在就说说 就当给我儿子留的呗 当然不是说听众都是我儿子啊 然后这几天没怎么录 因为周末比较忙 周末一个是朋友家聚会 然后我儿子的女朋友过生日去他们家 然后回来都挺晚的了,我也挺累的 我一累了就也连话都不想说,因为说话也挺累的 而且国内的现在二十大嘛,二十大周日开幕式嘛 习近平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然后现在不没有结果嘛 但是从各种分析来说 也有人说习近平还是要下的 但是我感觉从各种分析和情况来看可能不太会发生了 哎呀,挺不幸的 我别扭一两天,别扭一两天 特别别扭 其实,而且主要是因为我过几个月可能要回去 如果这隔离时间这么长 时间是一方面 这个费用也是一方面 没有那么多钱呢 每天隔离 总共回国就三周多 你隔离要隔离个两周多或者三周 那我还怎么回呀 所以特别烦 我现在就等他这隔离政策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改动吧 以后能不能放松点,少隔离点 哎,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别扭好几天 我就导致心比较下的隔离政策 能稍微松一点 但是现在看也没 不太可能了 再看再等几天吧 看最后结果吧 然后 这是周末 所以我也不太想说 因为最近毕竟不知道结果 然后说说工作的事 嗯,开心开心 礼拜一比较累 礼拜一挺意外的 因为老板的意思就是 我跟那七十岁老头嘛 这样我还准备干点轻松活 结果又是 别人又是 就说另外一个人 哎呀,太逗了 早晨上班 去办公室集合 然后大家分活走嘛 有人说看见那人了 然后等到林出发叫的 死活找不着这人了 就消失了 本地人上班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人就没了 打电话也不接 就没办法 临时把我调过去 帮另外一个人 哎呀,那天挺累的 又脏又累 然后你发现那个天花板打开 里边有老鼠生活过的痕迹 还有一个鸟巢 反正挺脏的 换天花板 也没怎么拍 但是那个家客人挺有意思 那家主人他 我看他地上 我回来贴点图片 我看他地上摆了好多 那个雕塑 有一个弥勒佛 还有一个如来 还有一个寿性老 我看这八干打不着啊 这个 然后里边 后来跟他聊两句天 他还有一个 观世音菩萨 而且他是用中文跟我说的 说I still have观世音菩萨 我说你还有观世音 是吧 还挺逗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 好像是个梭利翁的吧 那个图吧 就是那个独掉寒江雪 孤舟梭利翁 就那个古诗 好像我看好像像那有两个 不同颜色的 还放门口 还挺有意思 反正就是说 这是很少的新西兰 就是我遇见的 比较有文化的人 他甚至于 都不满足于西方文化 他比较喜欢东方文化 很少 有 但是很少 因为新西兰的人吧 大部分他们的祖先 都是英国和欧洲 还有荷兰的农民的后裔 他们到新西兰 是来种地和放牧的 所以很少有人 有这种文化的基因在里边 挺有意思 跟他聊聊中国的一些事 然后正好这是 说到我麻筋上了 我对这个比较有研究啊 我都觉得 中国一般的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的人 都不一定由我有研究 除非你是 专门的去研究历史 文化的 或者是高松那一类的 比较喜欢东西 比较杂的人 其他的你跟我聊这个 正好到我话题上啊 聊聊 道老子 他说他买那个兽性老 他假装那个兽性老是老子 我说这两个不一样 还挺逗的 然后他就是这种人 他就比较温和 而且他就是 也受过教育 看家里好多书 新西兰人家里 很少看见就各种书的 一般都大家 大家是教授 家里才有书的 一般没有那么多书 而且他墙上 他应该也是信教吧 信基督 就是画了一个画像宇宙一样 然后就好像说 你看这个 天上的繁星这么多 然后你看地球的位置 只在这个星河的一小部分 然后你就感叹这个上帝 创造的一个世界 是多么的美好 多么的奇妙 就有一种感恩的心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看那英文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这个人 但是你他房子也漏水 他那房子 就是新西兰前几年 坐的坐的那个走水槽不太好 然后那个水啊 走水槽堵了 因为更是叶子 树叶什么堵了 水往上倒灌进屋里了 你说这招谁惹 惹谁了 没办法 所以新西兰这个房屋结构 其实挺脆弱的 我觉得稍微哪个环节 出点问题就容易漏水 我估计澳洲也差不多 就是他们这边的房子 虽然都是别墅 但是他是那种比较简陋的别墅 我觉得不是像欧洲那种石头 砖头把块做出来那种别墅 他这种都是木头框架 外头弄几个木板 拼的拼的就做出来了 顶多加上铁片 铁片救护木板 那你能沿丝合缝吗 你不可能啊 前几年是做了一些 像地中海市风格的 就是像那种抹灰的 外面抹那种石灰 我觉得是做成想做成 岩四合缝的那种 跟欧洲似的 结果不行 因为新西兰的气候啊 它夏天 昼夜温差比较大 然后阳光特别强 你抹上那种涂料以后 那种涂料很容易变形 它一变形了 你就是晒的 都是就容易出裂缝 那更不好 那个一出裂缝 一下雨 它有那个红吸作用 那个水啊 就从那个裂缝 就吸到里边去了 然后你里边就晒不着太阳 就出不来了 那个水分 它就在里边 就是腐蚀那个木头 慢慢的木头全糟 全烂了 然后呢 水再散到里边 那还不如是 现在这种板房 板房呢 这种板房啊 我觉得你把各个 有缝隙的地方 做好点 然后水槽上 你一定要那走水槽 加那种防树叶的网子 它就能够保持 更时间长一点吧 反正你也好修 把板拆了 外墙板一拆 内墙板一拆 你就修呗 这是 这两天做的 然后今天又上了一个门 也挺轻松的 然后那个老头 下午又需要我了 把我叫回公司 再开辆车 再帮他去 还不如早晨 就让我跟他了 反正生活就是这样 你要给大家看我 好几天不做节目呢 就是说明我这几天 特别累 我就连话都懒得说 因为我最近腰 腰病犯了 如果这点工作强度 哥我以前就是很轻松 下了班可能还能打篮球去 因为前几年的工作强度比较大 但是最近就是这个腰 腰有点犯病 所以就是不太能够 cover更太繁重的工作 看看吧 看看回国 要不行我一个人回国 我隔离就当休息了 好一天500块钱 当然躺上去 500其实喝纽币100多 也不便宜 连吃再喝 反正能休息 实在不行就我自己回去吧 哎 所以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你说招谁惹谁了 我看国内的主要的宣传的口 就是说我们不是不想放开 因为我们要一放开 就老人会死好多什么的 怎么说呢 也确实如果数据是真的话 确实有这么一说 因为他这个病啊 他容易诱发你的 那个各种老年病 有 外面送信的来 看是不是我们家的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我们家 他是他们家 有个送信 像这边老年人 大部分的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这边人糖尿病特别多 因为他们吃的东西特别甜 糖尿病弄的脚都老肿的 然后那个静脉曲张特厉害 然后把脚袋锯了的我都见过 这边人吃东西就是特别不健康 而且他们年轻的时候贪凉 冬天上不穿羽绒服下不穿大裤衩加拖鞋 那你说你到老了关节能好吗 然后小孩 有校服的学校 冬天一律男生短裤 女生短裙 就跟日本塞 然后这边人他比较拉 他就光腿啊 光腿穿短裤 那多冷啊 到冬天早晨就一两度 零下一两度 你再让小孩早上上学去 反正我觉得是够凉的 所以这边有的人 得完新冠感就死 你们看 反正你们看国外就比较惨的那些数据 那都是真的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就不是说 那个就是你确诊完了新冠 你再死 你算新冠 他就是凡是新冠的并发症 确实也是确诊的 确诊完以后新冠得别的并发症 现在又发心脏病高压什么的 就全算新冠死的 但是中国好像只是 你确诊 能给你确诊的名额 你确诊完以后死才算新冠 其他那些死都不算新冠 反正数据的尺度也不一样吧 不过确实中国不放开 确实有这么一说 因为中国的可能老年人医疗条件比较差 但是我这个心 这次这次变种的病毒就好像那个朝鲜一样 朝鲜早就放开了 就是你随便传 就当感冒症 然后死的人好像也不多 朝鲜那边 就金正恩他毕竟在那个北欧上过学 连高中带大学 他脑子还是比较明白的金正恩 所以朝鲜其实都没事了 就一群体免疫了已经 所以你金正恩真是不服不行 一个83年的80后 还比我还小了 把这个中美日俄几个大国家 玩弄于鼓掌之间的 然后韩国想打韩国就打韩国 真是太牛逼了 行了 这几天没做节目 今天说那么多 就算跟大家交代交代 这几天生活怎么样 然后还是跟我第一期说的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话题 还有就随便问 因为你不问 我也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 我就没有什么方向 你就问你就说 然后 我前天有一哥们 问我那个移民的事 问我他一种情况 有几成把握 首先吧 我不好跟你判断有几成 你要根据法律来 因为这个国家 它是法治国家 你移民成功不成功 主要看移民法 而且不光是现在移民法 还有未来移民法 可能会变动 像前几年新西兰大社 大社就是所有的工签 只要你是工签 全给绿卡 全给PR 那种你就不一定 多少年能赶上了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大社 好像还是1989年了 这一次又赶上一回 所以我有朋友赶上了 他都工签 可能都七八年了 八九年了才赶上 他也是找不着洋人的 一直在中国人那 马来西亚人 就没办法 又不想这个骂 under table的business 然后办移民 他又想官民政大的 办移民 那你就等着 结果他赶上了大社 这个挺好的 要不挺不容易的 岁数比我还大了 英语比我还好了 计算机也比我还好 就是移民 就是没找 找不到洋人公司 这真是没办法 不过最好在办下来了 所以就是说 这种不可控因素 你在国内 你是估计不到的 然后只能是你来了 已经工作了 然后你多认识点人 认识点老板什么的 可能有的中国老板 你给人点好处费 谢谢点人家 人家可能帮你办 就有可能能办成 所以这个主要 一个看你的技术 一个看你的运气 看你遇上的人 还有你准备的钱多不多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就下定决心 死都不回中国了 那你肯定可以留下 然后这边 如果你一个人工作 比较辛苦 手艺又比较好的话 养活个老婆 或者加两个孩子 基本没问题 而且孩子 如果你是工签 孩子可以上公立学校 也不花钱 那老婆 也可以出去工作了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哪怕你也还人打工 你也能 也能挣一份钱呢 所以这边生活 其实比国内要容易一些 实在不行 你送外卖去 像奥克兰的外卖 还有我朋友跟我说的 墨尔本的外卖 那老挣钱了 墨尔本的外卖 他到我 市中心一个月 人币可能能挣四万多 我都傻了 不过可能挺辛苦的 就人家饭点吃饭 你就跑外卖 跑到晚上十一二点 中午跑跑 下午睡睡觉 早晨没马活 得就送早点什么的 你实在不行 你跑外卖吧 你要是外卖 你要是还有体力 就跟我一样 干建筑 干建筑 你要是不像我这种 腰有伤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挺能 能找到挺不错的工作的 干建筑 给中国人干 你要遇上好老板 还不错 我这段又看了一个 一个基督城的一个人 他也是做建筑的 他就在基督城 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老板 我看他工作也不是很累 然后团队氛围也挺好的 我觉得他那个老板不错 就是华人老板我肯少见了这么好的老板 还有这种工作氛围 这么轻松的工作氛围 然后还让他学了好多东西 我觉得那个人当然也好像基本功也挺不错 他自己还能做点活在干进行业之前 虽然也是做办公室的吧 看着还不错 反正就是这样 只要你有决心 想留下 然后别太懒 脸皮别太薄 你总会有办法的 还有各种歪门蟹道的办法 但是我不推荐 但是实在不行 那还是有的 然后就是这样吧 然后大家 周末愉快 然后轻轻松松的 咱也看看二十大 最后什么结果 不管是什么结果吧 日子还得过 走一步算一步吧 好 拜拜 拜拜